4月3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从佛罗里达前往纽约 准备4日在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就封口废案 接受提审 消息人士表示 特朗普会像其他嫌疑人一样走程序 包括采集指纹和拍照 但不会公开流程 目前 大陪审团起诉书中 所包含的具体指控还没有披露 据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可能面临30余项涉及商业欺诈的指控 其中包括至少一项重罪罪名指控 特朗普的律师表示 他将进行无罪辩护 为应对特朗普的自首 纽约警方严阵以待 封锁了曼哈顿法院附近的多条道路 包括纽约青年共和党俱乐部在内的各个组织 已经宣布将举行抗议游行 共和党议员也将参与示威活动 作为美国首位遭到刑事指控的前总统 特朗普并没有因此案而人气下跌 自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决定起诉 特朗普以来的首个民调显示 特朗普不仅在共和党内支持率上涨 总体支持率也出现上涨 借助此次起诉风波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24小时内就收到了来自基层支持者的400万美元捐助 特朗普已经宣布将于周二晚返回佛罗里达后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 美国餐饮业巨头麦当劳公司决定 本周暂时关闭位于美国的全部办事处 并通知员工准备裁员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麦当劳在发给美国员工和一些国际员工的内部电子邮件中表示 他们要在4月3日至5日居家办公 以便该公司可以通过线上方式发布人事决定 麦当劳在邮件中要求员工取消原本安排的与供应商和其他外部人士 在麦当劳总部举行的所有面对面会议 麦当劳拒绝就裁员人数发表评论 根据麦当劳2月发布的数据 这家企业在全球有超过15万名员工 其中70%位于美国以外 该公司1月说 作为战略重组的一部分 计划到4月就雇员数量做出艰难决定 4月2日晚 多个欧派克加国家突然宣布 从5月起至2023年底自愿削减原油产量 规模总和超每日160万桶 具体来看 沙特阿拉伯将削减50万桶 阿联酋将削减14.4万桶 科威特将削减12.8万桶 伊拉克将削减21.1万桶 阿尔吉利亚将削减4.8万桶 哈萨克斯坦将削减7.8万桶 阿曼将削减4万桶 此外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日表示 俄罗斯自愿基于2月平均开采水平 将石油日均减产50万桶的措施 延长至2023年年底 受相关消息影响 4月3日国际油价大幅高开 国内原油市场也应声大涨 WTI原油周一大幅高开近7% 重返每桶80美元 国际能源署警告 OPEC加减产有加剧通货压力的风险 今年下半年 油市可能有大量供应短缺 利率期货市场周一预计 美联储下次会议加息25个基点 几率上升接近5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月3日公布的3月份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5.5% 环比上升5.4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大幅回升 在稳增长促消费等政策作用下 物流业呈现强劲复苏态势 从需求来看 行业新订单指数普遍回升至景气区间 在需求带动下 物流业务明显扩张 其中 邮政快递业 航空运输业业务量增长突出 另外 物流企业反映资金占用紧张情况较前期有所缓解 资金周转率指数接近52% 为16个月内最好水平 综合来看 一季度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水平较去年同期和四季度 均有明显回升 物流供需加快恢复 运行向好基础进一步共固 感谢이에요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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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